《庆祢》 《庆祢》 约翰·卫斯里 他的坟墓上面墨碑有一句话 上帝埋葬他的仆人 继续做上帝自己要做的工作 大家说 上帝埋葬他的仆人 继续做他要做的工作 我在新加坡三十年前 他们纪念宋布什离开世界四十年的时候 举行一次的聚会 请我讲道 宋布什四十年纪念大会 请我讲道 我讲了一句很不令人喜欢的话 我说这四十年 你们口中最多讲的 宋布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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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直讲宋布什 就表示这四十年没有兴起别人 你还是怀念过去 你还是崇敬已经背后的事情 圣经说你们要忘记什么 背后 努力面前 为什么一直讲宋布什 宋布什 这表示这四十年 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宋布什更有能力 所以你一直还是怀念他 教会的历史 如果真正要进步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过去的成就忘记 把他忘记的演练 因为现在已经比过去更大了 过去的就算不得什么 所以如果你这四十年看见 每一年的工作都比宋布什做得更大 有什么好纪念宋布什呢 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人 已经过去了 每年都有更大的起来 这是耶稣的说的 耶稣里面要做比我更大的工作 所以结果他们有的人 哇 我纪念宋布什四十年 请当代最有能力的传道人唐聪庸 他来骂我们一直纪念宋布什 也有的人就不喜欢我了 我根本或着不是为你喜欢不喜欢 也不是隐恨你的需要 跟你一样的潮流 来走你认为对的事情 我讲的是圣经的原则 但是呢 宋布什的上帝跟你同在吗 如果宋布什的上帝是跟你 跟后面继承人同在 这些人看见了不是上帝 只看见宋布什 他也没办法被上帝使用 感谢上帝 我现在侍奉我的听众 已经比宋布什有在世的年龄的听众多一百倍了 我们可以做比前人更大的工作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 本来不是这些 但是因为上帝从灵活祭奋上那首歌 你们唱的速度跟我的不一样 就讲了一大堆 这个也是上帝的引导